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日前送到巴特勒,避免明年夏天白白失去他。此前,森林郎曾想4年1.1亿美元续约巴特勒,但遭到拒绝,不少人说这是因为球队矛盾,不满某些队友的比赛态度。 但这只是部分原因,因为到了名下,巴特勒可以去签30%工资冒得顶薪,能够5年1.88亿续约森林郎,或者与其他球队签下4年1.4亿的合同。 但据消息人士透露,巴特勒没有太强的流队意愿,他更想2019年加盟湖人,虽然拿的钱比在森林郎上,却拥有更高的夺挂希望。 毕竟这里有詹姆斯、森林郎拥有罗斯、维金斯、唐斯三大状元,但发挥始终难让人满意。 关键时刻总能掉链子更关键的是,在西伯杜的手下,巴特勒的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。 虽然巴特勒是著名的硬汉、体能狂人,但近些年缺席场次也不少。 这都是此前在公牛被狠操的结果,假如这位球队大当家被交易,森林郎又将迎来一次重建了,天赋之队仍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发而匹谈,带你领略最纯粹的难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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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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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